台南南化區公所人員穿著雨傘穿著雨衣 手拿名車到山區關心住戶狀況 也趁著雨勢還沒有很大的時候 把居民都帶離住處 居民一個接著一個被帶了出來坐上警車 原來是強降雨會造成土石流或山崩 先預防性撤離326人 分別是住在白河區、南西區、南化區等 6區21里的山區居民 在高雄六歸區國軍已經前進文武、寶萊等兩個林里 冒著大雨把民眾牽上中站準備離開山區 共撤離411人 而高雄桃園區長也向警消單位喊話 高雄桃園也位於山區 為了防止雨勢越來越大導致民眾受困 已經派出警消前往協助居民離開山區 居住桃園的462人以全數撤離進行安置 高雄市府協助容易發生土石流的山地居民 安全撤離山區總共有2265人 市長陳其邁也親自到收容所關心撤離的狀況 高雄市府總共有440個保全對象 我們在發布防射警戒的時候 就已經全部撤離 越到深夜 隨著暴風圈的接近 風雨會越來越強 高雄整體預估雨量也會來到1800毫米 陣風也會高達14級以上 台南高雄以及屏東縣政府 也已經先行撤離山區居民 防止強降雨導致土石流影響到了當地民眾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